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晨早新闻报道 今天是10月13日星期日, 现在的气温是26度 今天也是重阳节假期的最后一天, 所以各位观众好好珍惜今天的游行时光 慢慢慢慢起床才听新闻 现在的天气, 天文台就说这段时间都会比较干燥, 不知道是否叫做踏入秋天 另外, 风势亦都会颇为清净, 至于去到下个星期, 雨势就会有点, 所以下个星期会下雨, 大家就注意一下 好了, 跟大家看看新闻, 重阳节连周末的三日小长假期在今天结束 过去两天有大批市民不上, 运输及物流局提醒, 今天会有大量车 就说车不上的市民回港, 另外珠海亦都预计, 今天两点左右就是港珠澳大桥回港的交通繁忙时段 去到四点的时候, 更加就会是一个高峰, 到期时就会十分之擠涌, 所以就呼吁市民错峰出行 即是叫做, 你要不就现在回港, 要不就可能拖, 拖到夜晚九点多才回港, 无谓就是说了, 用了些时间在排队在逼 好了, 去看看新闻, 香港零售市道持续低迷, 继华运医药集团旗下的华运唐日前宣布 到下个月8日关闭香港全线分店之后, 同为华运集团旗下的连锁超市, 叫做UQO 据了解, 亦都将会有超过10间的分店在今个月内结业 令到UQO的分店数目由高峰期全香港超过100间, 将大规模缩减至不足30多间分店 等于数量是整体大跌七成, 有记者在昨日去到天后的银幕街, 佐敦的文华楼和屯门的和田商场分店视察 这些店铺分别贴出本月中旬结业的告示, 并且进行清货大减价, 部分货架已经清空, 也有不少街坊前来掃货 大多的街坊对于UQO分店结业, 少了一个超市去买东西就觉得不方便 也有街坊就盖探, 香港的零售市道越来越差, 更加就说, 没得救啊 另外, 有街坊对于和田商场的UQO分店结业, 也都很惊讶就说, 全条屋邨只剩这一间超市, 真是没想过独市生意都做不住 可能一鸡死一鸡鸣, 接了由其他超市顶上也不奇怪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关于MIRROR演唱会当中受伤的舞蹈员 Mo仍然在中大医院接受治疗 之前就说了, 医护人员未有再三检查, 在吊机上脱了扣, 令Mo掉下跌, 差点经历第二次的伤害 Mo的爸爸就在昨日的代讨讯中提及, 过去两年往返医院和研读医疗器材等等 深刻感受行医的进取和不思进取的两方面 他就说, 如果是凭着过去的经验, 就不经常去更新自己医学领域的新知识 很容易就会从一个满华热成的进取者, 不知不觉陷入了一个吃老本的状态 基本上他都是想说, 医护人员就是用一些常规的方式去照顾Mo 即是不要说想多一步做多一步, 令到病情会加快好转 另外他也提到过去一个星期, Mo30岁的生日 也在医院度过的第三个生日 过去因为做手术而被剪短的长头发, 也开始长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网上流传了一段33秒的片段 拍摄到一名老翁在国泰航班上被美国警察所上手扣压离机仓的过程 片段的开始, 这名老翁就由空姐参赴的情况下向前走 期间, 空姐也不断安抚他的情绪, 说 冷静点, 走多几步就到, 我会帮你 但是老翁就以广东话高呼回应, 说 我犯了什么法? 我犯了法, 你可以用法律来惩罚我 但是我没有犯法, 更加表示自己八十多岁的 片段当中可以看到, 老翁双手被锁上手扣 身后有两名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的警察押着他离开 据了解, 老翁在飞行途中要求打开机舱舱门 被拒绝后, 作出各式各样的滋扰行为 最终航班降落后, 就遭到美国的执法人员带走 不知为什么, 有些人上了年纪的时候 永远是可以目无黄发的, 永远都是觉得我做的事就对了 我都没犯法, 为什么拘捕我? 即逢是做了坏事, 滋扰到人的人很喜欢说这些话 又或者是一些老人痴呆的急性发作 不知他什么情况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外卖应用程式互互送, 怀疑出现故障 有媒体接获多名市民和外卖员爆料 在昨天晚上7点的时候, 打开互互送的手机应用程式 显示发生错误, 发生意外错误, 和重新试试等等 总之未能使用 有外卖员说, 在怀疑故障之前已接单 但到达餐厅后, 发现系统有问题 虽然拿了份外卖, 但也不知送去哪裏 互互送在Instagram表示 系统暂时出现故障, 正在努力抢收当中 呼吁耐心等待 但要去到深夜服务才恢复正常 即是说, 如果你昨天用户户送叫外卖 那就可惨了 即是你随时钱给了, 但食物送不到过来 还要在这里挨饿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马鞍山在昨天发生了滑翔山以外 在下午2点45分, 警方接获报案 一名男子在岸平高原玩滑翔山期间 在降落的时候, 碰到朋友行山后 在草地休息的女子 总之就是说, 我降落山, 我降落 然后想不到就碰到下面, 可能在野餐的人 51岁姓珍的男子扭伤头部和脚部 至于被撞到的27岁姓珍的女子 就头部疼痛, 幸好两个人都是清醒的 最后救护人员就去到西贡的山上去搜狗 确定了两个伤者身处的位置和伤势之后 就安排政府的直升机到场 将他们送到东区医院治理 一个需要睡床, 一个自己能走得到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新鸿基地产香港单车节2024 就在今日举行 首个项目50公里的非竞赛骑行项目 在早上5点15分开始 参加者就踩着战车 由尖东的梭士巴里道出发 四届环法单车赛冠军得主都有来 还有牛下女车神李慧斯 还有黄金堡也同场较量 他们会踩上西九龙公路 再经青马大桥 丁九桥 沙田岭隧道 再回到西九佐敦的终点 总之 大家一起踩下单车做下运动 下一单新闻 第四届美食进享武霸秋祭2024 在昨日起一年两天在维园举行 设有大约20个日本美食和游戏摊位 还有一些育衣体验 另外也会有日本文化表演 有市民一家三口首次参加香港抽祭 认为对比起日本祭典 香港增加了文化类摊位 更具有吸引力 下一单新闻 社会福利署最新修订的 仇尊座非政府机构的社会福利服务整不拨款手冊 在今月一日生效 总之 即是说社会福利署付款机构的一些守责 例如社署可以突然叫停 对于NGO的津贴援助 有立法会议员迪志远就说 这把刀太重手了 居然可以说停就停 除了这件事之外 也加了一些国安条款 例如说 你这些组织可能能复杂国安 就可以不付钱 下一单新闻 首阶段管制的 即器塑胶的半年适应期 在今月21日结束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 借展宏 昨日在网址中表示 之后会适度执法 如果发现这些店铺 仍然有交餐具 就会即场发出警告 如果十天内没有改善 就会发出订额罚款通知书 总之以后交餐具 可能要自己淘宝买 买完之后就自己在公司 在家里拿去用 好了 下一单新闻 网上早前流传了多段片段 显示 有不少市民就在沙滩 悬挂红旗的时候下水 期间华尔玉 由既新元既起 在昨日 石奥泳滩 因大浪的关系 挂上红旗 呼吁市民不要下水 但仍然有市民 带5岁的儿子去到泳滩 幸好 曾经看过大风大浪的影片 所以没有带儿子下水 最多在海边玩泥沙 但有部份成年的市民认为 不是 海浪都不是很大 照样能够下水 又认为 部份的水上活动 例如冲浪 有浪才能冲 所以继续下去玩 但救生员都会尽力阻止 而且一旦有人浸 救生员又是需要 练群结队出动去救人 好了 下一单新闻 由香港警方等部门成立的 教育界反诈骗联盟 在昨日举行啟动礼企探讨会 联盟将以风险管理为中心 透过研究去找出青少年的脆弱点 制定和针对性的政策 去解决骗案的问题 警队一哥肖扎二说 今年的头八个月 青少年涉及的诈骗被捕数字 较去年同期上升了14% 其中涉及学生的裸疗勒索骗案 今年有327宗 年纪最小的是一名11岁的女学生 她透过网上平台认识网友 在对方怂恿之下 给了一些没穿衣的照片 人家拿了之后威胁勒索 最后由市主的父亲报警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根据新华社的报导 前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的遗体 会在10月14日下星期一 在北京火化 报导说 为了悼念吴邦国 在明日首都天安门 新华门 人民大会堂 外交部 各省 自治区 边境口岸 基本上 连香港特别行政区 所有地方都会下半期致哀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香港即将踏入冬季流感的高峰期 孔毅凡在昨日商台节目表示 淡入后 预料流感的爆发 比起新冠病毒爆发得更严重 呼吁高危人士应该准备接种流感疫苗 建议在12月之前就要接种 至于新冠病毒方面 虽然目前传染性高 但是破坏力和严重性越来越低 我家人都有打这个流感针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打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沙田发生了伤人案 在今天凌晨4点 一个41岁的巴基斯坦直男子被发现受伤 并且倒饿了在水泉澳村三旗的月租停车场集口 救护人员接报到场 发现事主的颈、右手和右脚受伤 甚至清醒 由救护车送到威尔斯亲亡医院救治 警方相信是预袭受伤 正在追缺两名兇徒的下落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机场发生了夺命工业意外 消息说 在今月6日 一名隶属于香港机场地勤服务有限公司 行内俗称是机底扫把的行李运送卸载员 在停机屏传送带工作时受伤堕地 由救护车送院 四天后伤者最终不治 好了 下一单新闻 网上流传车镜片段 由麻地的街头出现了一架电动滑板车 男子背着书包 载着一名新村校服的小童 两人一架车 在油麻地马路上 风驰电制 无视路面交通状况 在途人过路期间 事意穿插 甚至最后逆线转入上海街 有网民说 这一名男子是惯犯 每天都载着小朋友经过以上路段 直接这些行为很不要得 对所有的路面使用者 无论是司机也好 还是途人也好 都会构成危险 更加就说 整天这样载着小朋友 就算没事也好 你都教坏小朋友 令到他会轻视马路如虎口 好 下一单新闻 警方的新界南交通部的警员 一连两天在10号和11号 就在区内的主要降渡 设置路障和折查酒吧区域 看看有没有人聚嫁 到最后就拘捕了15名男子 另外也扣留了四部 华尔改装的车辆去做进一步检验 好 下一单新闻 张军奥就有私家车自焚 在昨日的夜晚7点钟 警方就接获一名的司机报案 就说他驾驶的私家车就沿着上陵路 驶到去厚德邨的德康楼对开 车辆突然之间就无白烟自焚 其后不久车头就更加陷入火海 司机就及时逃出新天 消防到场后就迅速将火构式 由读者提供的照片可以见到 一架红色的私家车车头就燃起了熊熊烈火 冒出浓烟 警方就正在调查意外的成因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昨日的下午4点45分 一名男子怀疑在鸭利州的海尔半岛一个单位的房间 里面昏倒 惊动了他的父亲报案 救护人员接报到场 是证实男事主陷入昏迷 将他送到玛丽医院治理 可惜事主其后证实死亡 警方经过初步调查证实 死者姓王46岁 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 案件列作为送院时死亡处理 据了解 死者生前有身体病记录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昨日下午2点 一个27岁姓李的男子和女性朋友 在西贡的曼仪水库东霸行山期间 在防波堤拍照时 意外失足跌到石垃圾 头部和四肢刷箱 最后找到人 送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进行治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香港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 就侵破了一宗行李藏药物案件 一个29岁的旅游客 就在11号深夜 就从泰国的布吉 就飞往香港 海关关员帮他清关的时候 就怀疑了 你在寄存行李的夹层当中 就收了4公斤的货 估计市值就去到200万 所以就逮捕了他 即是表示了 大家又要养多一个人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将军澳百姓角路中医医院 和政府的中药检测中心地盘 发生了工业意外 在昨天下午2点43分 一名男工人 在上指的五楼位置 跌落到二楼 伤及头部和脚 初步清醒 救护人员到场是为伤者 在包扎夫治 然后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治理 情况是危台 警方列作为工业意外跟进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警方在他们的首网者 Facebook专业发文就说 最近接获通知 有人假冒警务处处长 发出艺务电邮 里面亦有华尔钓鱼连结 警方澄清 警务处处长 没有发出过这些虚假的电邮 警方高度关注事件 以及交给网络安全 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去跟进 总之大家小心点 通常那些电邮 写完英文那些 十有九都是诈骗的 实不相瞒 自从上了十万订阅之后 其实那些诈骗电邮真的超多 是说的 我每天都起码收两三封那些 纯英文 跟着又说 找你卖广告啊 但连我的名字 是什么都说不出那些诈骗电邮 总之大家小心点 下一单 在昨日的中午十二点十三分 在黄大仙的翠竹花园十四座 一名的住户报案就说 他十八岁的儿子 躺身出去浪衫的时候 期间上面楼上 就怀疑有酸性液体堕下 敌中了儿子的头部和面部 令到他感到不惜 救护人员就到场 帮伤者检查 其后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治理 警方就在场调查 初步得适 有人用通渠水通渠 但是管车就损毁 所以有液体浅了出来 而刚刚就是说 他十八岁的儿子 就出去浪衫 而且身体比较捱了出去 所以就敌倒少少 好了下一单新闻 在昨日的下午两点钟 警方就接获一名老虎 在沙基湾的爱琴道 对开的避风唐墮海 救护人员到场的时候 老虎就已经被两名的男子救起 神志清醒 最后就送院治理 好了下一单新闻 沙基湾在昨日 即之前在上个礼拜日 六号的时候 就发生了药狗案 一个35岁的飞容 怀疑不满向雇主请假被拒绝 于是就向主人养的十四岁 那只狗淋热水 又或者腐蝕性液体 导致狗狗身上出现了多个伤口和脱皮 背部的皮肤更加有血水滲出 狗主在前日在社交网站表示 狗仔最后就因为细菌入血 兼病发症令到器官衰竭 最终离世 主人就交代 工人就已经获准了保释 但是就说了 这个世界有好人 亦都有一些心肠抵毒的人 直言若然未报 就时候未到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预警湾就发生了 罪驾和无牌驾驶的案件 在12号凌晨1点钟 一架哥尔夫球车就走 然后就去到一个弯位之后翻侧 这单新闻跟大家说过 之后就有一个17岁的男司机 即是驾大胆车 还要是醉驾 现在再更新的消息就是 他母亲给他驾这架车 所以母亲都被人抓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美国的副总统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何錦麗 在10月12号公开一份医疗报告 详细去介绍他的健康情况 何錦麗又指 对手共和党 特朗普不公开自己的医疗记录 表现欠缺透明度 拜登那时候也不公开自己的医疗报告 他一当选都被人质疑 又老人痴呆 又好像说一说话又会赖 跟着走一段路能够跌三次 有时候上到台就很迷茫 不知走哪里不知我是谁 有时候说话就好像整个人轻了机 好了 以前拜登那时候 何錦麗不攻击 正常的 他们一条船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就跟着站出来公开自己的医疗报告 大家可以看到了 所谓的政治究竟是有多么虚偽呢 还有呢 特朗普也老人家 所以你说他身体哪有可能没有毛病 何錦麗呢 是伺着自己 我年轻过你几十年 所以呢 无论怎样都好 我一定健康过你 来啊 一起拿身体报告出来看看 这样 伺着自己 年轻有身体体力上的优势 去做这些小把气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俄罗斯地区紧急情况部门就表示了 他们车神油站就发生了巨大爆炸 造成了四个人死亡 包括两名儿童 另外呢 亦都是有五个人受伤的 他们就是说了 有人放火 放火的那个人就已经被人抓了 不过呢 细节就没有说暴露透露更加多的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印度南部的一个城市 就在10月11号傍晚就发生了 严重的交通事故 一列就载有1300名乘客的火车 就撞上了另外一架静止的放云烈车 造成了12节的车厂就脱轨 其中一节的车厂就起火燃烧 造成了最少19个人受伤 其中四个人情况就危急 好彩就没有人身亡 总之又是那些就是火车出轨 那些是撞到出轨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日本的内良就是香港人旅游的烟满目的地 内良录更加可以说是当地的吉祥物 很多人都冒名前往探访 但是也衍生了不少问题 随着内良录商人的事故频发 内良院政府就和动物保护团体合作 推出警暴机制 提醒旅客和鹿群就需要保持距离 特别就是说9月份的时候 鹿发情 所以呼吁大家就小心点 一到秋天有角的红鹿就小心点 因为它们未必是说 就是想吃你手上的饼 而是说它们不懂那么多 它们就随便找到东西 就是想交配 然后鹿羊就可能会随时插伤人 撞伤人、整损人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以色列一年两天 向联合国的驻黎巴勒临时部队基地开火 导致两名士兵受伤 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领导人 在11日都谴责以军的行动 并且强调 以色列就应该立即停止这些毫无道理的襲击 美国的总统拜登也同意显示 敦促以色列就停止去襲击联合国的部队 看看以色列这只癫狗究竟会再怎么周围咬上去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奥地利一个歌舞剧作品在德国上映 但是这个舞台剧一上映之后 有18名观众 严重嘔心需要接受治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歌舞剧超视觉刺激超逼真 即是即场有18禁的东西 当然了 你说就这样看这18禁的东西 留什么心呢? 兴奋的嘛 但是他们那些艺术东西 是将这些东西演化成为极度嘔心的情况去显示 然后还要说鲜血还飞 那些 总之就是说比起你看恐怖片 隔着屏幕看恐怖片 是更加吓人的 因为你不是看着屏幕 你是说我真的看着那些演员 看着那些人做 然后这些道具又很逼真 搞到有很多人就相当之嘔心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一名30岁的中国籍女子涉嫌在中国诈骗150万人民币之后 整容和带钱潜逃泰国 其后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 根据泰国媒体在10月11日报道 泰国警方日前将他拘捕 经过调查 他在2022年辞落地签证入境泰国 至今已经是月期居留超过650天 即是就算是换面也好 整容也好 都是要被人捉 好了 最后一单新闻 内地网红叫做东北雨者 涉嫌虚假宣传被调查 结果就发现他所推广售卖的 红薯粉条里面完全是没有红薯成份 反而是检测到木薯的成份 所以就对这个违法所得和罚款 合共就拿了他165万 即是卖红薯粉 最后就被人罚钱 罚了百多万 因为红薯粉这些其实是便宜的 都是在说可能 特别你在那些电商购买 可能一两元一包 但是他们多人认识 多人买到最后就被人罚钱 罚款 说到网红翻车被罚款 其实三只羊是说近乎全面收档 甚至乎他们在合肥那里 有一座很高的商业大厦 他们的招牌都被人拆了 甚至几天 不知上个星期小羊哥 不知大羊哥 是用他们下属的帐号 想着去做一个紧急直播的时候 都是说几分钟里 就瞬间下架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他们大网红不会倒下 但有时候就真的说 卖一次假货 就已经是全面倒塌 甚至乎旗下的主播 现在都是说走的走 停播的就停播 当然三只羊又说 在香港开分公司 又说曾志偉就是他们 香港的老板 但是去到现在 就已经没了声气 没了回事 都不知道三只羊 他们在香港租的办公室 好像十几万一个月 不知道会不会 其实已经是退了租 我们都不知道 总之这些 就是网红 卖假东西 内地是说 无论你多大粒也好 都会跟你打下来 而且还要是说 你卖假东西 为了赚钱 好啊 你卖假东西 我就给你罚钱 让你卖完假东西 都没肉吃 好了 今集的节目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好 拜拜